那个 可能 这个所谓的丸子 当然这个背后到底是不是丸子 不知道 那可能他是在介绍 卖淫还是什么 我想起过去曾经 在二八看到一个帖说 很多女人去 去杜拜卖淫啊 去杜拜卖淫 那可能是 西基明不见办吧 但总的说 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以后 他要逼迫你 总的说 不逼迫你卖淫 他一直囚禁我为什么 就是要卖淫 最后的目的就是 要卖淫 不是囚禁你就是卖淫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 我刚才梦见 刚才梦见 当然是在看见这个 所谓的网址 网址的帐号 他又换了头像 就是那个WhatsApp上面 换了头像 下面讲 Stay Home BC Stay Home BC 他这个B怎么会是 是这个样子的呢 我认为应该 Ease Ease 愿Ease 因为 这个 B的前面又没有 又不是什么 Wear 或者说是情态 Master 这一类的东西 当然 这仅仅是我的疑问 是吧 也许人家是 是怎样 是吧 反正我就感觉 很可能是要逼我卖淫 是吧 是 反正这个德国老板 可能也是在卖 也是在卖 是吧 嗯 他就是说 关于这个嘛 是吧 他不是跟这个清洁工发信息 他说 你不要 他不要到我的环境里来 是吧 呃 我也是顾客啊 是吧 他他可能就是说 那个 这个清洁工说 在这个楼里面被抢劫嘛 是吧 他说被抢劫 是吧 不管是 呃 是敲诈楼说 他反正结果就是 钱被抢了 是吧 他钱被抢 然后 告诉这个 嗯 这个老板 那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 他当然不可能 是吧 他反而就是叫他 不要到我的环境来 是吧 嗯 那如果说 从武汉肺炎的角度 是吧 这个都是很可怕 是吧 是不应该到我环境来 我 我觉得 从武汉肺炎的角度来说 是吧 是不应该到我环境来 这个还说得通 吗 是吧 那 那你这个卖淫的话 你现在都是武汉肺炎 是吧 那卖淫什么 没必要卖淫 是吧 嗯 我们是马列的子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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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求敬 求敬 求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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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要逼你卖淫 很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是吧 呃 我哪怕赤贫 我也不可能去卖淫 因为是吧 九指大赢快来了 是吧 九指大赢快来了 呃 你看那个法轮功团伙里面 他也是是吧 嗯 他那个高层上面也是 嗯 有有有有得 得睡过多少女人可能 可能也是这样 一样的 一样的 嗯 什么人跟什么人睡觉 也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是吧 他只是要找江泽民算账 江泽民 怎么了 搞搞搞不清楚 反正就是 可能江泽民羞辱了他 可能是吧 他认为他这个是没什么文化的 还是什么 这这完址的这个语法也没错了 是吧 stay home be 用be啊 be say 呃 我认为你这前面 是动名词还是不定词 这后面应该都是 意思吧 应该都是意思 是吧 他愿逼 所以说这个这个说不定 这个所谓的王子 这个这个头像背后就是 是习近平福建班的人 是吧 应该就是福建班的人 那我没有家 没有家 总的说 嗯 现在的共产党 他们就是要逼你人去卖银嘛 卖银卖银 囚禁你 一个方面囚禁你 一个方面卖银 是吧 呃 那我说你这个德国老板的话 是吧 嗯 他可能就认为这个 这个是吧 那个 他前面这个清洁工 有讲 有讲 是个顾客 后来我再问他 他就不说了 是吧 他后来又说是吧 是在这个楼里面被 被抢劫 是吧 被抢劫 那在这个楼里面 肯定就是顾客嘛 这个 跟他前面也说的是 吻合的 是吧 那我想这个老板 不愿意报警 那也是很情有可言 是吧 因为 呃 他作为一个老板 他除了钱就是钱 没完没了的钱 是吧 他就是要钱 是吧 那 他这个 这个哪怕是抢劫的这个 呃 顾客也有利用价值啊 是吧 他会给他 呃 在那个网站上面 给他评好分嘛 是吧 嗯 所以说他那些信息 他都不愿意 越来 去追究他的行事责任是吧 不愿意 反正就是 顾客自上嘛 为了钱 这个这个也还可以理解 是吧 但我也是顾客 我也是顾客 是吧 那当然我没有跟 跟他说 我怀疑 我 我有抗肺炎 是吧 感觉 反正 人可能都是坏 都是坏 呃 呃 那我不愿意去买赢 呃 嗯 嗯 马列子生 我们是马列子生 是吧 呃 女人赢的买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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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 转转车车 转车车车好几次 是吧 可能是有车 有转了四五次嘛 是吧 那每一次好像都 习近平福建门都安排一个咳嗽 一个人在我面前咳嗽 并且有的时候我是坐着 他是这样 当然我有戴口罩 但是我这个口罩 都是 虽然说是一世性的口罩 但是我好像大多数都是拿去洗 洗了一下 在院门 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反正就是说 如果真的我假设 当然我没有确诊 假设我怀疑我真的是 有五号肺炎的 只是轻轻轻型的 轻症 然后就是 然后我最近想过去 如果真的我有五号肺炎的话 我觉得我从土耳其回到北京 那期间就已经有五号肺炎了 然后这个五号肺炎是从这个小伙子 这个清洁工那里传染来的 还是说 还是说从 在北京地铁当中 习近平物件们一直安排来 能来在我面前嗑嗽呢 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因为我在北京期间 看看我过去这个日记 1月1号 想到武汉肺炎 他就听见鬼说 解决你 1月2号到了北京 到了国际机场 北京国际机场 听见鬼说 不控你 就这不控你 完以后 后来真的 就在地铁上面 每一次就看见 都有一个人在我面前 哐哐哐的咳嗽 大概两三次 三四次完以后 我想起 之前 之前凌晨的时候 听见鬼说 不控你 那我想这个 是安排来的 所以我后来 赶紧逃逃走了 离开那个老咳嗽的了 那可能 武汉 就是 大概是 2019年 12月 30号 还是31号 在法轮功网站上 就是在土耳其的时候 快要离开的时候 土耳其 就在法轮功网站上面 看到有文章是说 武汉已经有什么肺炎 是吧 那个时候才刚刚开始说 是吧 然后呢 三号的时候 刚到北京就听到说 听见讲 鬼运开始讲了 说牺牲品 是吧 这个是 三号的日记 然后三号也听见 也听见 是吧 四号我就听见鬼说 结束你 结束你 十三号 他说 他说我急可能得死 得死 无人机 然后又说无人机 这一天 十三号 想到之前说的 我听见鬼说 暗杀你 暗杀你 好 十五号 十五号 好像是说 武汉肺炎 是为了解决你 结束你 他是这么讲的 十六号 说黑下来 黑下来 十六号那天 从这天开始 手就开始有点热 并且就是说 我这次回来 就是说 1月2号到北京首都 反正我之前乘飞机 好像有转车 转车转了两次 好像转了两次 第二次 转的时候 下一站就是北京 就是北京的时候 坐在我隔壁那个男的 也是咳嗽 也是咳嗽 然后他还对我 蠢蠢欲动 那样子 是吧 我感觉这个 这个人也是 习近平 不介绑把安排 也是 是吧 他意思是说 你应该跟这个人 是吧 因为这个 是往北京方向走 那就是中国人 然后1月21号 我听见鬼说 已经发生了你 我日记里面讲 可能是说 我已经得了 得了武汉肺炎 是吧 而且神龟 一直讲话 他说 隐隐地说 也不能去 因为我是打算出国 可能那个时候 飞机票已经买 他一直说 不能去 然后 这一天日记 就21号日记 今天那个 喉咙堵 似乎是扁 头体肿大 前面说的 已经发生 是指这个 但是吃了药 就正常了 是吧 然后来鬼又说 传染了你 这个 这个传染了你 是吧 然后昨天 我这个日记里面 还讲 昨天 还是什么时候 我听见鬼说 是吧 武汉肺炎 是直接跟你 直接跟你 那是什么时候 直接跟我 是吧 那是 那当然这个 这个清洁工 他那个时候 生病的 他也没有喉咙肿大 那就不知道 反正就是 他那个时候 吃了我的药 我给他药 他就好了 他就好了 然后最近不是 土耳其这个 这个开始 脑肺炎 那当然 他也 可能也有一点 也怕大家都在担心 他也 也有一点开始 但是 这个就看 他能不能抵抗的 吃了药 就正常了 直接跟你 然后23号日记里面 传染给你 传染给你 24号讲 感染了你 扩散跟你 已经发生了你 隐隐的又说 也不能去 也不能去 就是说 我是想出国嘛 他是说 你不能去 就是 后来在 飞机场上面 遇到的事情 遇到的事情 就是说 不让我登机嘛 一直 就 就抓住 那么一点小毛病 一直不让你登机 是这个样子 抓住你一点小毛病 嗯 那后来 为什么 又能够 又能够 那个了 这就不知道 然后25号 我听见鬼说 100多万 可能是说 呃 武汉肺炎 1月25号 已经有100多万的人 感染了 是吧 嗯 然后 25号 我又听见 鬼说 喉咙 又有意义 是吧 嗯 可能是说 解决你嘛 感染了你 应当感染了你 他这个时候 呃 就是喉咙感觉 好像 里面什么东西 有 有异物嘛 嗯 那就是 从这个 日记上面看 好像是说 21号 喉咙就 有一种 感觉里面 有 有 有种 那过去 13年 我得 得肺炎的时候 没有说 喉咙 喉咙 里面有什么东西 嘛 那就是 那很可能 嗯 在北京期间 就已经 有感染了 武汉肺炎 感染 好 26号 我想 这个 这一次出国 他说 出不了你 嘛 他说 密基型 跟你 对着你 啊 密基型 跟你 那很可能 呃 鬼讲嘛 这是鬼讲 是吧 那可能 他真的是 要 要对付我们 还是什么 犯病毒嘛 犯病毒 他说 你的传染开了 是吧 超级 害怕你 死亡跟你 我想到 变淘体重大 他说 情况不妙 你可能 被死亡了 啊 27号 说 暗杀你 致命跟你 堵住了你 堵住了你 堵住了你就在 机场上面 被堵住 什么的 然后 2月2号 那可能已经 出来了 是吧 是2月2号 之前问题 就是 不 不吃药 不咬喉咙就有问题 那个 这是在北京的时候 是吧 呃 反正我 我第二次出来的 之前就是在北京 一直生病 一直生病 按照这里 2月2号讲的 之前问题就是 不吃药 不咬喉咙就有问题 可见是顶严重的 呃 因为人家讲 鬼讲的 密集行跟你 对着你 武汉 嗯 然后 2月15号 我就听见鬼 反正就是 第二次出来 完以后 感觉 这个这个病 就好多了 好多了 然后体重又上去 然后听见 2月15号 听见鬼说 嗯 嗯 说 他传染 他传染我 反正这后来 呃 第二次 再到这里就 多次就听见 鬼一直讲 说传染给你的 那这鬼很可能 就是说 我第一次回 末尾回去的时候 是这个 他 他这个生病的 然后传染给我 那 2月16号 我妈声音又来了 是吧 又叫我回去 是吧 我妈又是在讲 多莫 多莫 嗯 多莫 是吧 呃 我妈就 要我回去了 是吧 因为我 呃 那个时候 嗯 已经那个 飞机票是 买回北京 是吧 后来我 我就把它飞 呃 目的地改 是吧 目的地改 后来想到 在土耳其国 他说 分死你 那是 2月16号 就讲分死你 是吧 因为现在就是 现在就是分死 嘛 因为飞机全部都 都停航了 嘛 这不就是分死你 呃 传染16号 分死你 起码说两次 是吧 嗯 然后18号 是吧 嗯 他又说 鬼又说会感染 说会感染 然后我后来 就咳嗽了 就吃药 是吧 反正就是 每一次听到 鬼说话声音 说会感染之后 大概都会 咳 咳完以后 就会吃药 但是这个2月份 已经在土耳其了 所以 那个时候感觉并不 没有 没有 没有多大严重 呃 跟北极比 好轻多的 是吧 没有 没有 那个 然后24号 看那个报道的时候 他是说 那个时候说 死的有200万 他说200万 嗯 反正不知道为什么 他老说这个 清洁工传让给我 他说这个 很可能是 是说 嗯 第一次来土耳其 末尾回去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传让给我 还是 然后他为什么会得病呢 是吧 呃 因为他去接一个客人 那会不会那个客人 给他犯了病毒 然后他得了病 嗯 因为 因为习近平 就嘛 应该有监控到 是吧 呃 这个人比较接近我 是吧 要 要 要传让给我 可能先传让给他 还是怎么 反正就是 我有一点怀疑 嗯 嗯 2月25号 就在这个 厨房的位置 我听见鬼讲话 说传让人 嗯 嗯 后面又说了什么 然后 马上就有不好的感觉 反正一听见鬼说的话 这这类声音 就有不好的感觉 咳 26号 我想收 那个 喉咙液啊 就 又听见鬼说 传让给你 嗯 嗯 然后又说 传让人 嗯 反正有听到 这样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 就会 就喉咙 就就开始 就会 就会有 那个发作 发作 嗯 28号 又说传让人 传让你 他说掌握了你 传让你 然后 好像老说 这个清洁工 是传让人 传让人 控制了你 嗯 然后又说传让人 说他他是传让人 是很过分 嗯 然后3月1号 3月1号 他又是说 一直说病毒 然后还说 我太天真了 说这个这个 这个清洁工 是传病毒 已经传让给我了 他老样讲 哦 不知道什么意思 3月3号 又说病毒源 是吧 然后来说 统战部 统战部 是吧 然后 3月7号 嗯 他还说 确诊后跟你 确诊后跟你 那拿到这个 清洁工是这样 嗯 3月10号 他说分锁你 死死分锁你 是吧 死死分锁 你的现在 当然就是 飞机 是吧 全部都 不行 然后3月11号 嗯 声音一直讲 我得了5号 意思大概就说 我得了5号 嗯 然后那一天 11号 土耳其 有一例 有一例出现 嗯 然后3月11号 嗯 这里面日记讲 8月晚 8号晚上 一只吃药不能解决 不能解决 嗯 但总的说 就是在北京的时候 就是要经常吃药 要经常吃药 是吧 然后 好像都不能解决 到了土耳其 好像轻轻的很多 但是就是鬼说话 大概 他有说 发出那种不好的声音 过一会儿就 就 就会有 那个 那 总的这 这一次 他不一样 就是喉咙 喉咙有问题 喉咙有问题 那 2013年 我得 得肺炎 那个是一般的肺炎 好像喉咙没有问题 那 那很可能 得 武汉肺炎 在北京的时候 就是 第一次 从土耳其 回去的时候 就已经得了 武汉肺炎 然后这个 武汉肺炎 是从这个 清洁工 来的 那如果是 清洁工 那就是 在土耳其 这个病毒 是在土耳其 那会不会是 那个女客 就那个客人 她要去接送 那个客人 她去接送 那个客人 她就得了这个病 她就得了病 但是 她吃了药以后 就好了 吃了我给她的药 然后我回去 我回去 回到北京 我 我也是 及时的去买药了 是吧 嗯 然后 一直不好 一直不好 那 然后出来以后 好了一些 但是 也没有 也没有断根了 也没断根 那她应该是断根了 我感觉 她是断根 那她最近 她最近 好像可能 呃 是因为这个土耳其 整个的 爆炸开来了 是吧 它是爆炸开来 嗯 所以说这个 这个病毒是 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就说不清楚 呃 按照鬼说话 声音 密尽的根里 密尽形的根里 那这个 这个就讲得很可怕 然后在这里的 这里期间 她是说 是说病毒 源源不断 你输送给你 那当然 嗯 就是 最近嘛 就这个是最近 就应验在最近 这个 土耳其的 这个案例就上去了 爆炸 爆炸开来 然后每一次 出去买东西 回来就感觉到 有病毒 有 确实病毒 那这个就 难说了 呃 呃 呃 总的说 呃 在 在这个疫情期间 不见任何人 是正正确的 顺着 就是说 哪怕 经济上危机 我也不想见任何人 是吧 也不愿意去卖淫 呃 什么 刚才做梦嘛 做梦 呃 是好像是跟一个 一个比较富贵的人 是吧 发生性关系 这个很可能就是这个 我以王子的名义 给我介绍 是吧 你要卖淫的话 也没有必要这么着急 就卖淫 是吧 因为你这个疫情期间 这么严重 你卖什么淫 是吧 我认为没有必要卖淫 我们是马列的子生 是吧 马列 马列应该并不提倡卖淫 是吧 那你共产党到现在 你也还没有 习近平也还没有搞成那个什么新加坡 是吧 呃 搞成金家的金家王朝的话 他金家那个也是马列 也是马列是吧 呃 疫情期间是吧 你也没有必要这么着急的去卖淫 没有必要这么着急的逼着我去卖淫 我刚才梦姐 嗯 然后想到这个所谓的丸子 很可能这个这个梦里面所见到的这个这个比较富贵的什么人 是吧 很可能是丸子 很可能是丸子 嗯 丸子的这件事情引发的 然后鬼说 这个陷阱 陷阱 陷阱呢 我就想到 我 光宇第一次见到丸子 呃 看到他给我发信息 那个 确实是个陷阱 我还摇过挂 摇过挂 也是个陷阱 就是一个陷阱 嗯 然后我 我再一次去 呃 我再一次去 去呃 杜拜的时候 是吧 有听见鬼讲话 他是说 我可能会死哦 那个时候会讲会死 是吧 很可能 那 意思是说 你你要什么 跟什么 丸子之类的 呃 要暗杀你 还是怎么 反正就是 有有说 有说他那边 说他那边 一直缓着我 一直缓着我 是吧 可能开始的时候 呃 手里的丸子 还真的有 有那么回事 是吧 嗯 呃 你在这个疫情期间 你要逼一个 那就是 称人之为 是吧 没有必要是 去整出这种事情来 可能是吧 呃 可能你就是说 不是富贵人家的 呃 女子都得万一 是吧 那我不但是 不但 呃 不是富贵人家 还是 并且我在这个 这个所谓的家庭里面 是吧 他就是要逼你 卖赢 因为 这个 这个都是假父 是吧 假父 所有一切都是假的 要逼你 卖赢 可能 是吧 嗯 哼 嗯 有的东西想起来 也是很好想 那可能 嗯 可能是吧 那我当然就不愿意卖赢 我借着这个武汉肺炎 我说不愿意卖赢 你要卖赢 等到武汉肺炎结束以后再卖 是吧 没有必要这么着急的卖赢 因为 应该说现在 卖赢的人 因为疫情也停工了 也停工了 还没有复工 你没有必要这么着急的 要复工啊 哼哼 这等到 疫情结束以后再讲嘛 是吧 反正我就问起这个 并且听见鬼说陷阱 然后我就想到 确实 确实的 关于这个丸子的这个东西 它就是 呃 我摇过挂 就是一个陷阱 是个陷阱 然后 嗯 然后 就是这个丸子 从来都没见过 那很可能就是习近平 福建办 以这个人的名义 陈天在那里搞鬼 还是什么 也或者其中 其 也或者其中一个账号 真的是有 有他 不然的话鬼 怎么 有的 里面有讲 他说 他那边 杜拜那边在还我 是吧 还我的话 可能他这个人是 有结过婚 已经 去年是结了婚 是吧 那可能他 王室里面在还 还我嘛 是吧 还我 嗯 嗯 我认为这个 呃 你你够不着 就别够了 是吧 别够了 然后也没有必要 把自己给卖了 是吧 嗯 更何况现在处在疫情期间 他这里面一只假 一定天见鬼说 一直说这个 说这个清洁工传浪给我 一直说他是个传浪员 那最后的鬼有说 说他是个传浪员 这也是太过分了 还是怎么 反正 嗯 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 反正 应该说都是有毛病的 应该都是有毛病 呃 我认为 这个还是等到 疫情结束以后再讲 是吧 你没有必要 这么着急的 就卖赢嘛 能 fry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